习近平啊 今天全世界可都在找你 你现在到底在哪呢 整个沙特都在等你 等着石油换你的人民币 就连沙特的骆驼也在等你 请问你现在到底在哪 听说习近平最近染上病毒了 据称是因为和香港特首李家超会灭后 新冠检测阳性 而且听说反应还挺大 因此不能去沙特了 那么这是真的吗 很显然假的 11月23日盖特网爆料消息称 习近平新冠检测阳性是假的 只是以阳性为借口 取消了他本已经计划好的沙特之行 这是因为美国人在G20上对习近平说 如果你继续启动石油人民币计划 美国将采取行动 在美国的实力逼迫之下 习近平被迫取消了沙特之行 这回丢脸那可是丢大了 原来是因为害怕美国 而不敢去沙特 趴在北京是装病的 习总统统统 你不要这么搞笑好不好啊